盘中领股交易上市 降低了存股的门槛 但是台积电的股价高高挂 散户到底该怎么买 专家建议透过定期听额 来买领股分散风险 但是领股达人认为 定期定股能够每个月检视 是否选对了好股票 进行停损停利 最近这两者有什么样的差别 今天的专题报道带您深入分析 户国神山台积电盘中领股交易话题不断 交易热度也持续发烧 自从开放盘中领股交易上路后 根据数据统计 拥有台积电领股的股东 从19.95万人成长到23.93万人 大约新增3.98万领股足 但是台积电股价已高高挂 散户到底该怎么买 长期的一个投资角度去看 毕竟它是台湾市值第一大的全资股 我认为长期来讲 你说可能三年五年 整体来讲 或许台积电盘都还有创历史高的可能 所以我觉得赚钱的机会是有 只是短线上看起来相对的风险 我会觉得比较高一点 买领股不外乎是要存股 把股票作为存钱的工具 专家建议用定期定额买领股 能达到分散风险的效果 台积电领股操作 我觉得最适合一定要定期定额 因为是在历史高的股票 因为我们生怕 比如说现在一进去 可能是也许是短线的高点 那它可能从历史高 也许会拉回到季线半年线 年线修正不等 那这种个股最适合定期定额 因为你的平均的成本 相对来说 可以拉得比较低一点 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 原本上我会建议投资人 就是说你可支配的资金投资的 比如说三成 拿来做台积电的领股定期定额 做这种长期的投资是OK的 但领股达人张俊祥有不同看法 认为定期定额要累积非常久才能获利 一旦进场的时间点不对 就无法产生报酬 他推荐用定期定股 能让你每个月检视 是否选对好股票 并进行停损停利 同样是定期 但是是定股 因为呢 在买的过程当中 你就会很清楚知道说 你的投资到底有没有问题 当然台积电这个股本这么大 不大容易被操作 对所以你可以安心的存 那安心的存的过程当中 你一定要设定固定的股数去买它 然后借由每个月扣款的那一刹那 你就可以去了解说 我这个月有没有多缴的钱 有没有比上个月多 假设有呢 就代表你的股价是涨了 你就要开心 那你每个月都会有感的去知道说 我选择这个股票台积电是正确的 如果强迫存股的概念呢 我会建议啦 你月收入 狠一点就是一半 就存到一半 剩下的钱代表你能花的 如果对家庭来说的话 那就可能就是比如说三分之一 我的薪资的三分之一 我固定来存 台积电盘中零股交易 让许多人轻松成为高价股的股东 但假设同样一笔资金投入 高价股能买股数少 低价股能买股数多 小散户到底该怎么选择 我是不是有时间去看股票 如果我有时间去观察我的股票涨跌幅的话 当然我也可以选择的是什么 就是哪个波幅到我就选哪个 台积电它的稳定度是特别的够 没有问题 但是亚洲投股分析师胡玉棠 建议买低价股 股数多才能做加减码 逢高是不是要获利减码 或者是说万一下跌了 停损是不是也可以分批的停损 但是如果你今天手上的股数不够多 所谓的分批减码 你可能就做不到 但是买低价股 第一个可以比较灵活 这是我觉得第一个好处 就是说你股数比较多可以做加减码 那第二个我觉得最大的好处在于是说 因为低价股 我们常说跌无可跌 相对来说相对的下跌风险比较低 除了透过零股买台积电 还有另一个管道就是买进台积电占比高的ETF 胡玉棠认为买ETF能参与台积电的涨幅又能够分散风险 是台积电股价位于高档的选择 那大概有两家公司是台积电占比比较高的 分别是元大的台湾ESG永续ETF 还有富邦公司治理ETF 那台积电的占比分别大概是36% 那富邦这一家大概是43% 这两档ETF占比较高 所以如果台积电涨 原则上这两档ETF上涨的几率是高的 那第二个好处在于是说 价位跟股价的激起它是低的 因为这个ETF刚挂牌 所以说它的一个价位并不高 而且位阶也不是在历史高 第二第三个我觉得好处就在于说 风险分散 专家也提醒小资族 零股交易股价看似很便宜 但实际股价的位阶以及基本面 也是重要观察指标 记者黄美琴黄艳章台北仓报导 感谢大家